接下來要上的內容叫做光學儀器 我們要介紹一些光學的儀器 那麼比較重要的是眼睛 眼睛 近視眼跟遠視眼 近視眼跟遠視眼 第一個就是放大鏡 放大鏡最簡單 放大鏡就是一個凸透鏡 就是個凸透鏡 你正常使用放大鏡 看到的是一個正立放大像 表示要放在那個凸透鏡的焦點之內 叫正常使用 但是如果你把它拿起來看很遠的地方 就會變成在兩倍焦距外 你就會看到一個倒立的 你就會看到一個倒立的縮小的像 所以放大鏡是可以看到縮小的像 所以你把東西放得比較遠的話 那麼放大鏡就是考凸透鏡 所有你剛才背過的凸透鏡的成像 都在這裡面會出現 所以兩倍焦距外就會成為一個縮小像 這是我們前面在教凸透鏡的時候 就教過的事情 所以放大鏡最簡單就是凸透鏡 考試考放大鏡就是在考凸透鏡 成像的狀況通通都會一樣 下個叫做望遠鏡 望遠鏡有不同的種類 有單筒的 有雙筒的 有看天文的 有賞鳥的 不太一樣 大家不太一樣 看天文的上架顛倒沒有關係 傷鳥的不能看起來會上架顛倒 那鳥會翻過來 所以不行這樣 所以這個不太一樣 那有所謂的一般來簡單分類 有所謂的折射式跟反射式 折射式就是要靠折射 就會有兩個 所謂的目鏡跟目鏡 我如果是天文望遠鏡 看的東西都很遠 所以一定在兩倍焦區外 然後兩倍焦區外 然後成為的像應該是一個縮小的像 然後就落在這個目鏡的焦點的附近 因為越快焦點的像就會越大 那個它放的很大 看得到它 所以就是 霧在無限遠 像在焦點嘛 所以就是表示 霧鏡跟目鏡的距離 大約是兩個焦區加強 然後呢 放在星球很遙遠 就在兩倍焦區外 無限遠 那在焦點成像 然後呢 靠近目鏡的焦點 你在兩倍焦區外 呈現的是導力縮小的實像 然後讓它去靠近目鏡的焦點 然後就是 焦點那個附近 然後呢 讓它變成一個正麗放大的虛項 最後的結果會放大 最後的結果 先是導力 又變成正麗 所以最後還是導力 最後還是導力 然後一個放大的虛項 上下會顛倒 左右先相倒 那講過看天文 看天上星星 上下顛倒 沒有關係 翻過來沒有關係 所以就是它這樣 叫做折射式的 折射式的望遠鏡 兩個渡透鏡 所構成的 然後又有所構成的 那另外一種叫做反射式 是有反射的 牛頓式好像叫它牛頓式 好像沒有記錯 是這樣子 然後呢 有一個凹面鏡反光 然後打到一個平面鏡 然後呢 再把它光折射到目鏡 然後再成像 所以無限遠平行光照進來 打到凹面鏡 然後呢 匯聚到平面鏡 然後再反射 打到目鏡 然後呢 成為一個放大象 或者是這樣子 就這樣子 這個是 生物 你們生物有交解過顯微鏡 跟負視顯微鏡 對不對 我們沒有講解過顯微鏡 沒有講那個負視顯微鏡 基本上也是兩個渡透鏡 但它會放大兩次 它放大兩次 就是第一個是放在附近的焦點 跟兩非焦區間 會成為一個導力放大 是放大第一次 然後呢 這個成像都變成目鏡的物 把它放在它的焦點內 它這個焦點的地方 像會變得比較大 會成為一個正力放大形象 所以放大了第二次 所以你連生物交的時候 這個是十倍 這個是二十倍 相反會變成兩百倍 這個意思 因為放大再放大 放大一次再放大一次 然後就有前例 然後原來導力後來正力 結果結果還是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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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是放大了 然後是虛强 也是上下顛倒左右相反 這個上下顛倒左右相反 這個上下顛倒左右相反 你在生物考過對不對 在乙化岩考過對不對 看到它往左上角跑 要怎麼追它 怎麼追它 它會怎麼移動呢 移到它中間呢 看得到 這個生物考過 乙化岩考過 上下顛倒左右相反 這跟你講的是 複視顯微鏡 複視顯微鏡 好 就是跟各位簡單 講了一下 放大鏡 望遠鏡 跟複視顯微鏡 複視顯微鏡 複視顯微鏡算考的比較多 那是因為生物有 生物有膠 生物有膠 放大鏡會比較簡單 放大鏡會比較簡單 就是跟各位簡單 製造這幾種光學儀器